扎克伯格为数据泄露事件,首次发生Facebook市值蒸发近500亿美元。 英国广播公司BBC22日消息,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首次回应数据泄露事件称,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扎克伯格在自己的脸书账号上说,我们有责任保护您的数据, 如果我们不能我们不配为您服务我一直在努力,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确保这些不再发生值得庆幸的是多年前我们已经采取了重要行动来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但是我们仍然犯了错误,我们仍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需要抓紧行动具。 BBC此前报道,英国咨询公司剑桥分析,因泄露脸书用户数据,用于在2016美国大选中针对目标受众推送广告,从而左右大选结果。 遭调查英国议员也希望扎克伯格给出解释受此事件影响脸书市值蒸发近500亿美元。 原标题扎克伯格,首度回应泄露数据丑闻。